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助播出身体被掏空 试试肾宝片 他好 我也好 我们今天在第二现场邀请到了三位职场观察团的成员 同样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库尔特老师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工作高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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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儿看得怎么样 很开心 叹为观止 见得在他们手里面 变成了一个 游走于足尖的一个 小精灵一样 站在我身旁的 这个帅气的小伙子 就是刚才为大家带来 这个花剑表演的 暴帅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暴帅 今年二十九岁 来自天津市北人区 天牧镇天牧村的 我学习花剑呢 从十二岁开始 师程于沐瑞宽教练 现在呢 跟随沐淮梁 沐淮杰两位教练 一起练习 练习的时间呢 将近十几年的时间 练了十几年 对对对 现在呢 我也是一名人民教师 在那个北人区 荣臣小学 担任那个 区域教师 当年是怎么跟老师 学起这个花剑呢 十一岁的时候吧 我们在天牧小学 沐浴宽老教练 去挑人 挑到了我们 很多的人 但是练了将近 两个月的时间 有的人 没有坚持住 剩下了将近十几名 一直坚持到现在 真好 刚才说了这么多 沐淮梁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 请出我们 第五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沐淮梁老师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叫沐淮梁 今天五十八岁 我来自于天津市北辰区 天牧村 自幼喜欢花线运动 至今 我失从于天津四名腿之一 邱明宽老师 谢谢 欢迎您 沐老师 先跟各位企业家 来做一个小小的介绍 大家告诉我 他们刚才表演的 这叫什么 花什么 都读错了 那叫什么 一听就不是我们天津的读法 花线 我们一般读成花线 花线 跟我们一起笑一下 我们天津本相本土的读法叫 花线 来 三 二 一 花线 读得对吗 沐老师 发音非常标准 咱们也给他们点掌声吧 先请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花线它最早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 是近代的还是古代传下来的 有史记载花线起源于旱代 旱代 至今两千多年了 我小的时候也踢过这个剑子 我小时候踢的那个 我记得特别清楚 它底下有一个橡胶的底座 里头有一些金属的小片 是为了增加向下的坠力 这个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刚才表演的这个剑子 它这个构造是什么样的 您说的那种剑子是上业性的剑子 初学者甚至不会踢剑子的人 玩这种东西 现在我您手里拿着这个剑子 是我们经过多少年的进化 才形成这种做法的 咱这个材质就是火鸡毛的 火鸡毛 火鸡毛 我没吃过火鸡 但我今天摸着火鸡毛了 它有两个底座 一个皮子组成的 对 台上的所有的选手 他都要去参加全国比赛 所以这个剑子的分量是有标准的 8克到12克 咱们所有的踢的这个 基本上都是这个重量 就是以练为战 对吧 对 为了比赛 让我给你表演一下 你看 大老师 大老师 你这个东西 他那个剑子的笛拖 是思考讲究的 他那个是一种 那个陆皮的反面 运动员的鞋是挑绒面的 他们两者在接触的时候 有抓着力 我知道了 是为了增加他的摩擦 对 要是有亮面的话 他容易滑 对 对 你看我马上 我这物理小的知识 这方面我蹭蹭地就往上涨